对盘期讲解是2024年的骑射约战 蒋川对战的是绿青 这是双方的第三局 路亚真人有一把斩先飞刀 这么看一下 蒋川昨天晚上是输给于华 战兵绿青 今天的话对于华久久不能赢 所以话遇到绿青啊 结果布加伍德抛出了飞刀 这儿来了个仙人切马局 就问黑方如何招架 那黑方如果正常上马 他也能走啊 到这儿的话 这必须得要走出这个气势来 既然你敢气 我就要吃 那看看结局究竟会如何吧 红方打他一将 黑方不左视 主要是避其锋芒 红方掌驹就要吃炮 黑方躲是没有问题 平居在追杀 那这里就躲开 现在他居看住了自己的兵 接下来出左驹 这儿黑方是上马 踩着炮 开出左边大子 红方推炮之后 黑方拐脚马 那么也可以快速出驹 拐脚马的意思就是 担心人家可能将金炮摁住 在平炮中有可能性 随机跳起来 这样的话这驹看底线就比较牢靠 那这儿的话 红方则是踹一脚 黑方要退回 这个骑是防止他上马 将来有打向 底线这样一个牵制 所以就是让你 这边暂时不能够有所行动 一旦你要飞向 那金炮将来一串就给你换掉 你勺子 所以他不能这么走 红方则是出去 就要抓这个马 黑方就要上 红方这时候就平兵 准备去压对方这个马 就看你敢不敢再冲上来 一旦你冲上来 红方有一个居住平似的厉害 到时候你再上的话 将来进炮一打 只能退回边线 这个驹往河口一放 将来准备冲兵啊 抓死马 就不让你走马进七 这边你想进八头有炮 你想出去试炮 人家驹在河口 平炮一打去 所以呢这个骑啊 对方这个马上来也是被利用 所以呢他随性出去啊 叮嘱红方的炮 红方则是平兵 驱赶他 黑方正常招法就是退回 这个骑的意思就是呀 不给他吃 你要驹吃他吃你炮 那么这儿红方可以霸王驹连接 用这个驹看着炮 用这个驹吃马 对方这马也不好逃 但是黑方可以炮八斤 不要了 你冲我就踩掉你 所以你肯定要吃马 你一吃他打掉 再把驹拿出来 这样的话通过七环一个子 就可以下了 但临场的话 黑方选择是直接出驹 认为你一吃我再踩 就来得及 那红方进去就锁住了 反正你跑不了 慢慢围 那对方能走去炮八进一 这样的话肯定会亏一点 因为红方打掉 踩掉之后你就拱掉 但这样的话 他可以牵住对方 将他向一落 再浸泡 那这儿的话 至少能把中炮换掉 这个骑亏了 也能抗衡 纠缠吧 那么他直接 就走了个G216之后 红方补视 这儿他是没有走破八进一 是走破八进三这个骑 这样的话红方都不需要用炮打 所以这时候你换不了他的中炮 红方用冰吃 这就危险了 你推炮再牵他冰平开 你还是不利 因为你挡住居住不来了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没有办法 也只能强行发动攻势 然后红方就出来 来招反客为主 这个骑他主要想逼对方飞一个向 肩炮一串先进后去 不掉的话 红方这个性子比较烈 这么硬杀他 这个骑就放你过来打向对杀 结果黑方到这儿还不敢这么下 担心这兵武精一破向杀他 他就索性再骑一个子 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红方开局骑了一个子 黑方现在连骑两子对杀 看着这个骑非常凶猛 但是红方有天地炮存在的情况下 那黑方这个骑 居还没投战斗 所以到这儿应该是红的占优 黑方现在掌居想往过调 红方马上可以平居看住迎面 反杀对方拘往中间一垫 是防止出老将一面拍死 所以现在很明显黑方已然受制 红方这个骑平居吃炮是假 准备放中炮抽他一居 这骑黑方也很无奈 先冲一个再说 意思你吃一个我吃一个 红方直接就乾坤大诺衣 大象抽居还吃着炮 黑方也是比较郁闷 点江之后赶快先逃一个 到这儿也是无奈 然后呢这里随时可以将军吃他 但是红方不着急 欲擒故纵 为而不打 黑方则是生根 这时候红方打一将 这儿的话就跟他拼了 那么现在这个骑正常是向调 这个跟实战是还原的 实战是吃了 吃了之后呢 红方这一点就要打狙 因为你本身是霸王狙 飞一个象就飞一个象吧 现在他又多走一步骑的情况下 这里其实给了红方一个惊天妙手 吃狙的机会 可以吃双橘 因为你吃狙将死了 那么对方他没有这么走的原因 是看到一个点江 你打一个他吃一个 你一走之后呀 他这个骑可以退回继续生根 好像没用 其实呢红方再多看一步 有一个橘四平三 杀底下一将厉害 到这儿你想飞翔抓他 来不及他打你一将带响 所以这样的话很明显呀 红方得一百吃一个局 这局已经定了 黑方已经拿下了 所以这步骑很妙呀 但是这是一个巧手 临场的话也不容易发现 所以他选择招法直接打 那这个骑啊 吃完之后再退回 跟刚才又向飞啊 中间吃对局是一个道理 那然后黑方肯定不想对局啊 就闪 红方就过来追杀他 黑方逃开 红方这马就只管上了 这个敌度马 马越弹气啊 黑方则是退个炮回去 准备呢守住一面就行了 那这里的话 红方下 黑方先来一将 直视的话 这个骑掌局 这儿就是你不能上马 否则把你的中兵杀掉 红方硬上 你去中兵 他就踩足利应对 或者是马尔徑骑踩炮应对 一旦把这个炮也踩过 试一破呀 很快就杀进去了 因为缺势爬双局啊 这儿的话因为有双势 暂时还不好突破 黑方的这个骑下底线啊 准备拘尔尖尔偷杀 红方正常的话是近老帅 但他这时候有一个补势啊 应该来说更稳一点啊 这样的话 黑方过足啊 红方的这儿就要踩局踩炮 他点江的话 这个骑要逃跑啊 然后呢 这个炮闪开啊 避免破释 接下来这个骑呢 红方给他按住啊 这里黑方就近足 因为红方这个骑暂时没办法突破 所以他这个骑啊 要考虑防守 所以决定把局限换了再说 黑方呢 这个骑藏起来啊 他这儿不给你换 还吃马 红方这骑就另想办法 这个马退回之后呢 找机会上马再踩炮 黑方倒不怕 因为你踩炮的话 他可以闪一步骑 啊 先退一将 然后的话 这个骑啊 再退一将 最终炮躲开了 这样的话 他认为啊 这个狙炮足还要杀你 那么暂时还杀不到啊 还差两步骑藤挪 这儿的话 那红方啊 有一个 狙八 退二 啊 这个骑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双狙一线 准备硬吃炮 啊 这个狠啊 眼看要得子 啊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知了个事 这个骑的意思是 你吃可以 他退居可以饱啊 所以你还是吃不到 红方呢 索性来了个底线 杀底势 到这儿啊 隐心是啊 浮起了 因为什么呢 你现在在罗斯特 把忠师给踩了啊 将来这骑啊 抵尸手无助呀 就算你敬老将啊 将来他这个骑泡一吃啊 还是呢 去扒平的绝杀 跑不了他 所以这个骑啊 确实有点憋怯了啊 杨川败才赢不到 用起了飞刀啊 对心仪戏下 显了桌子 对心仪戏下